我也有跟花蟋說 我最近好像跟MIRROR脫離了 我覺得好像跟Anson Lo脫離了 好像沒有自己 阿牧和阿田的一個平衡時空之下的另一個世界 他們會怎樣相遇呢 會怎樣去發展呢 真的太熱的時候就很大地風扇 穿冷衣服就... 盜力啦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頂得住 大家好,女生日常的讀者 大家好,我是Anson Lo脫離 最有趣的時候 應該是在睡覺的時候 隊友趁我睡覺的時候拍照 其實我覺得那個自己是最真實的 因為我有一個壞習慣 每次一欺負著的時候 我會把我的嘴巴抹大 但我覺得那個樣子是最真情流露 最放鬆的狀態 最真實的就是有趣 女長安 都挺可惜的 但是其實是開心的 因為螢幕初吻這件事 應該對每一個藝人都是很緊張的一刻 但是可以獻給自己這麼朋友 還有這麼有信任的人 其實是令到這件事順利很多 也沒有那麼尷尬 其實我有... 總之我每次工作的時候 我一有break的話 我就一定會拿手機出來 去看看大家的故事 看看大家的評論 我覺得故事更加貼他們 每一個用戶 或者粉絲 他們那個當刻的心情 所以我覺得好像 感覺上我和大家的 engagement更加貼近 譬如我每出一個post下面 大家下面留言 我都看得很頻密 尤其是現在這個moment 我自己真的很想鑽研一下做戲 我由男排一開始很緊張 每一次roll機的時候 都口震震 手震震 之後又說了對白就算了 我也無瑕去理究竟這個對白的意思 或者情緒是什麼 就是純粹是覺得 快點說完就 嘩 有沒有完成 大叔的愛 是令我徹底 就是 confirm自己 原來 覺得做戲是真的很好玩 因為 我自己覺得做戲很奇妙 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 演活第二個人生 我想 我猜 我這一輩子 應該都沒什麼機會 可以做到第三競技 在年頭拍大叔的時候 那兩至三個月 其實 我自己覺得 好像 我老友和花植我 我最近好像跟Mirror脫離了 我覺得好像 甚至跟Anson Lo脫離了 我覺得好像沒有了自己 我每一天回到家 我自己都覺得 我好像是屬於角色 拍攝的場口 大多數都是跟不開心有關 所以可能那一陣子 自己的 mood 都會比較 聽的歌 都是比較 傷心一點點 會有一些情緒的歌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是很奇妙的 你可以突然變成另一個人 《不可愛教主》 都是大叔的愛的甜美曲 所以 其實我自己都很堅持 這支MV 都要跟大叔有少少掛勾 在歌詞上面 就是講一個人 你很寂寞 因為你很掛著一個人 但是 為什麼這麼寂寞 因為明知得不到 但是你都選擇去守護他 選擇去陪著他 他不會放棄對他關心的一個情緒 真的 100%很設合阿牧的形象 他很掛念阿田 但是他不會遲 下下提出口 他可能 為了阿田的幸福 就算他很掛念他 很想和他一起 但是他都會選擇去 退後一步去推出 所以這個單戀 但其實很有愛的感覺 是很適合這首歌 阿牧和阿田的一個平衡時空之下 的另一個世界 他們會怎樣相遇呢 他們會怎樣發展呢 究竟我在MV裡面 我和Edan 是一個情侶 還是其實是最好的朋友 還是其實是剛剛認識的朋友 最後MV的那個照片 就會看到Edan走進來 其實我是約他在唐睡店 我打算跟他表白 送光瑜給他 但是究竟成不成功呢 靠大家想像 好多謝你們去支持我 辛苦大家了 如果真的太熱的時候 就開大點風扇 穿冷衣 就努力了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都頂得住 其實是很甜蜜的 我看著大家 其實好像你們的 平日常的溝通 或者日常的對話 其實都多了一個話題 所以 多謝你們的關注 我要脫衣服 我跟人家說 我的身體還未準備好 還有工作人員 Crew、CAMMAN、導演 全部都說 阿Lo你頂住